988新闻线 你好我是冠贤 你好我是湘君 欢迎收听988新闻线 今天大家还是针对这个疫苗 异常兴奋 也有一些异常担心 反正我觉得每一天好像都有些 惊喜或惊吓这样子 是是是 但不管怎样你还要继续听下去 因为我们就会在新闻线里头 为你整理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凯里说呢 这个阿斯利康疫苗会纳入免疫计划 探讨民众可以自行选择疫苗 超过5万人爽约啊 卫生部长就说会研究强制接种 或者是爽约的人被罚款 超过1300名医护人员确诊了 护理员就说我们也染疫也是会死的 又是新高7,857宗新增病例 卫生部长说会推出RTK antigen 用唾液自我筛检 怎样的 连续三天 是啊 这个单日又是新高 今天增加了7,857宗的确诊病例 逼近8000宗 雪兰俄州的话呢 就增加了2675宗 是第一名 沙拉越就是772宗第二名 吉兰丹754宗第三名 那其他单日确诊病例超过500 就包括有吉隆坡的561宗 和柔佛州的549宗 全国累计的 这个确诊病例呢 是达到了541224宗 那今天呢 有59人因为冠病而死亡 累计的死亡人数是2491人 我们就看到卫生部长阿汉巴巴 他说由于冠病病毒的可传染性 已经是提高 卫生部呢 就做好准备 面对更高的单日新增病例 他说巴生谷 柔佛 登加楼 吉兰丹和沙拉越的病床使用量 已经达到一个极限 目前呢 当局也把一些非冠病患者的病床 先转换给冠病患者 他们那边使用 那其实说到这个疫情 就是如果我们提到疫情的话 大家都相信说 印度的疫情非常的严重 大家都知道的 那但是现在呢 阿汉巴巴证实 我国每一天 每100万人感染 这一个冠病的这个数量呢 已经超越了印度了 根据早前卫生部长 前部长 佐吉菲里 他所引述的这个 Our World in Data的图表 就显示 5月21号的时候呢 我国每一天 是每100万人中 就有200.61宗的确诊病例 这个数目字 是比印度的每100万人 就186.45宗的病例 是来得更高 也让我国成为 全球发病率最高的国家 阿汉巴巴今天就说 政府接下来 除了会继续的实行 行管令MCO3.0 和收紧防疫SOP之外呢 也会进行大规模的检测 以追查感染群以外的 确诊病例 那说到这个检测呢 为了提升 全国冠病检测的能力 卫生部就会在近期之内 推出一款的 这个抗原快速检测试剂 RTK Antigen 让国人可以用唾液 就自我检测 阿汉巴巴就说呢 这一项措施 就可以让国人 更早发现自己确诊 同时就可以第一时间 去通知卫生部 你在家就可以自己去TESLA 是 那另外阿汉巴巴 他也说到啊 我国目前还在研究 是不是可以使用 新加坡公司 Breathenonix的 Breathenonix的 这一个所研发的 冠病呼吸检测器 来去检测冠病毒 那这个呢 其实是卫生科学局 临时授权使用的 第一款 冠病呼吸检测器 阿汉巴巴就说 我国的这个医疗器 就是医疗 器械授权机构吧 他们就已经有 受到这个申请了 就说还在审查 这个机器 这种检测器 能不能够在我国使用 因为之前在网上 也是引起网民 热烈讨论的邻国 可以用呼吸的方式 来检测冠病 未来马来西亚 会不会拥有 这样的一个技术呢 我们就等下去 那看到这个国内 冠病疫情 是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 卫生部的数据显示 第三波的疫情 开始之后呢 尤其在第17周 到第20周期间 我国的第4期 和第5期 严重冠病患者 是比之前增加了15% 那之前的比例 是5%而已 但是呢 来到第17到第20周期间 就暴增15% 也越来越多年轻人 感染冠病 尤其是20岁到40岁的人士 那这些年轻人的病情呢 是进入到了第4和第5期 就非常严重的阶段 他们都需要呼吸辅助器的 甚至就需要呼吸辅助器 阿汉爸爸也呼吁各方 要提高警惕 尤其没有症状的患者 因为可能在感染冠病之后 就突然进入了第4到第5期 如果面对这样的问题的话呢 他说必须马上联系医护人员 那说到医护人员呢 根据卫生部的数据 第三波疫情期间呢 全国有超过1300名的 医护前线人员是感染冠病的 阿汉爸爸今天在线上 记者会上就透露说 在感染冠病的 医疗前线人员当中 有的人他们是接种了 第一剂的冠病疫苗之后确诊 有的是已经完成了两剂疫苗 当然当中也是包括一些 完全还没有接种疫苗的人了 那最多医护人员确诊的地方呢 就是雪州 第二名就是吉兰丹州 第三吉打州 阿汉爸爸就说 他们当中大部分 只是出现一些轻微的症状 因为都已经接种了冠病疫苗 我们看到越来越严重的疫情呢 也越来越多医护人员感染冠病 就有一名来自吉打州的医护人员 他叫做Jack Chi 他在脸书上就直言 我们不是超人 被感染也是会死的 看来他这个语气是非常重的 他坦言击打昨天疫情再破新高 但还是看到很多人没戴口罩出门 还是很多地方有群聚 这些都让他很气愤 并且直斥 这些人还不知道医疗系统要崩溃了吗 还不遵守SOP 他是非常生气的 对 就是他们也是人 感染了也是会死的 那另外看到一名在巴胜中央医院 ICU病房的医生 他就在脸书那边写到啊 看到一些普通病房一个一个转换成为官病病房 官病的家户病床呢 这个床位一直在增加 普通的家户病床 这个床位就是在减少的情况 他说我们已经是无能为力 真的让人心痛 但是他们说 他就说这些医护人员依然是坚守岗位 从上到下都咬紧牙根 依旧是每一天去上班的 其实看到他们这么的努力 这么的痛心我们怎么还忍心不遵守SOP 让他们失望呢 国内的医疗系统看起来好像不胜负荷 那前线人员似乎也不够了 那卫生部就有呼吁有医疗背景的人士呢 加入他们志愿队 就协助卫生部对抗疫情 卫生部在推特上发文表示 他们目前所需要的职务分别就是医药官员 牙医官员 医药助理 护士 环境卫生官员 环境卫生助理和医药实验室技术员 这些职位都是自愿式的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是可以电邮到 mobilisasi19atgmail.com去查询了 那当然想请你可以去到 卫生部的推特那边看一看 来到一周视线咯 我们来问你过去一个星期 你关注一下哪一个课题呢 第一个就是在野党要求 要求开国会检讨疫苗计划 如果你关注这个部分的话 选择Wow 那如果你觉得你最关注的就是 打阻定因为轻快铁意外惹争议 而且被革职 这一个选项可以点选哈哈 那如果你觉得52820周年 看中文报的前路 可以点选Love 这三个选项可以去到 988的官方Facebook那边投选 昨天就有说到一些人 为了抢疫苗 连菜都煮焦了 今天呢 又看到大批大批的人 他们获得了疫苗的预约 但是却爽约 你知道我的心情 这种就是昨天抢不到疫苗的人 真的是这种五味杂成 这个是到目前为止呢 其实国内是有52700多人 临时爽约 没有去接种冠病的疫苗 根据马来西亚前锋报的报道 当中吉打的人数是最多 最多人爽约 是有10827人 接着是彭亨州和吉兰丹州 他们各有1万人左右 霹雳州有9000多人 森美兰有6000多人 马六甲有3600多人 玻璃市有3000人 非常多的一个数目 吉打州的卫生局局长 莫哈默菲利克他就说到 这些缺席爽约的人 他们给的理由 就是说包括不在城市 不适合出行 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然后有一些人 就是在last minute的时候 要求要更换接种的日期 那也有一些人 就是直接不接听电话 没有办法确认 他到底来或不来 那另外看到了 森美兰州那边爽约的人 给出的理由就包括 没有看到来自 麦斯加特拉的通知 被通知接种的中心很远 所以他不去 接受了这个第一剂的疫苗之后 他就有跟确诊 有确诊的人有密切接触 所以没有办法去 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玻璃市爽约接种疫苗的人 就大约有3000人 是占了他们那边的 那个16.5%的 这个接种的这个预约 当中就有人说 不去是因为 不要接种科兴疫苗 其实面对这样高的 一个爽约率 卫生部长阿汉爸爸 是感到失望的 他说疫苗是有期限的 一旦从库存取出之后 疫苗就要马上使用 不然的话就会浪费 因为疫苗是不能够拿出来 又放回去 这个储存库里头的 疫苗我们很紧缺 对然后又很贵 大家不要这样浪费 真的 阿汉爸爸还说 冠病疫苗供应特别委员会 JKJV他们的这个会议 接下来就会去讨论 会不会要去推行 强制接种冠病疫苗 以及登记接种疫苗 却爽约的人 必须缴付罚款 他说政府目前推出的 全国冠病免疫计划 是免费而且分阶段进行 政府负责采购疫苗 人民就负责 登记接种疫苗 至于有关 强制性接种疫苗的建议 他说或许 只能在所有人 自愿接种的人 完成接种之后再推出 那阿汉爸爸也有说到 除了现有的疫苗 其实我国还在等待 中国天津康西诺生物 康西诺的疫苗 还有就是俄罗斯的 Spotnik V 接下来的这个接种疫苗 计划他认为 是会更加顺利的了 那你看到阿斯利康疫苗 这一个昨天的时候 就开放给特定地区 60岁以下的人士 去申请预约 结果反映空前的热烈 一个小时就完全被抢光光了 那看到说今天呢 全国冠病疫苗 接种计划的这个协调部长 凯利他就透露 未来的几个 就是几个月里面呢 政府就会把阿斯利康疫苗 重新纳入 全国冠病免疫计划当中 而不再是以一个 自愿的方式 就是让民众去选择 有点像昨天我们给的 这一个现在我的选项了 那凯利就说到啊 政府正在探讨 让人民可以通过 Mice加Track应用程式 来选择自己 所要接种的冠病疫苗 就是未来可能会出现 就是你可以自己选择了 另外呢 昨天开放阿斯利康 冠病疫苗的这个 接种预约 结果这个官网 状况连连 人民就纷纷出来 指责抱怨 那今天凯利也有 为这个官网登记 发生的技术问题呢 向所有申请者道歉 他坦言 这个官网 确实存在缺点 导致无法附和处理 那么高的人流量 另外呢 凯利宣布了 政府决定维持 目前三个星期后 接种第二剂辉瑞疫苗的做法 他说研究显示 一剂的辉瑞疫苗 只能够对印度变种病毒 发挥33%的防护效果 两剂疫苗 就是两剂的辉瑞疫苗 才可以把防护效果 提高到88% 所以目前还是会维持 这个间隔三个星期 再接第二剂 因为担心这个变种病毒 我们不懂会不会传播开来 那其实话说回来 说回我们昨天 在一直想的 这个抢阿斯利康疫苗 很多人就是因为 没有成功登记预约 所以就不开心 但是今天一早醒来的时候 却发现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因为这一个 他们就接获了 麦斯加特朗的通知说 他们已经预约成功了 那新闻线今天 其实也访问了其中一名 今天早上突然间 收到这份惊喜的民众 叫温嘉伦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是嘉伦 昨天其实大概在 11点45分的时候 已经拿了电脑 也拿自己的手机 然后每一个都登录 各种不一样的语言 但是都没有办法成功 我最多只是 某一台机器 load得到 然后选到了日期 然后在这种时候呢 我unsubmit 然后它就是有一个 感叹号跟问号 一直在转 然后整个荧幕有点黑 等个五秒 就被cancel了 就一直持续这样的状况 所以基本上是 日期也是乱乱选的 到最后没有出现任何 谢谢或者 terimakase的那个状态 但是今天大概八点多的时候 我收到 麦斯加特朗的一个 notification 里面就有 我就是申请成功的 一个讯息 所以那一刻是蛮惊喜的 然后我马上就去看我的 麦斯加特朗 结果是没有的 因为其实我是完全连地点 都没有办法选到 可是身边也有朋友说呢 他们自己是连地点 日期都没有选到 但是今天早上 同样是收到这个预约通知 非常的开心 这样子啊 不过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凯利有讲 从技术上面来说呢 没有登记 但是却接获这个预约通知 是不应该发生的 他认为呢 可能有一些组织 在帮人民登记接种 但问题就在 这些组织是不是有获得批准 可是他就有强调说 有关当局正在调查 这样的一个情况 无论如何 这个冠病疫苗 特别供应委员会JKJAV 有提到说 第二轮的预约通知 昨天晚上已经陆陆续续 发送出去 所以已经登记的朋友 你们再耐心等一下 毕竟要给他们一点时间了 其实有蛮多人已经收到了 就是他成功登记的 陆续了 其实都已经收 所以你就要记得去检查 你的麦斯加特朗手机 应用程式 那我们接着又要换一个焦点 去关注最近发生 这个轻快铁列车 相撞的事故 交通部长魏佳祥说 当局今天凌晨五点多 已经把两列相撞的列车 给移出 在团队分成三班轮替 不停工作的情况下 提前三天完成了这个工作 他发文告说 国家基建公司Pasarana 将会专注在 刚风巴入到KLCC站 轻快铁的这个修复工作 因此会有五个轻快铁站 会暂时断电的分别 就是达麦 KLCC 安帕帕 甘帕巴入 和当王尼轻快铁站 为家祥强调 格拉纳在野线轻快铁 是一共有58辆的列车运作 不会减少这个班次 他也保证 Pasarana今天会尽全力的抢修 以便这一条轻快铁路线 可以在进行内 全面的恢复运作 那其实关于 最近争议不断的打阻定 他原本就是Pasarana的主席了 他今天就证实说 已经收到来自财政部长 东呼扎夫鲁 发给他的公函 通知他国家基建主席的职务 是被终止了 The Star的报道就说到 达祖丁对于 自己被终止上述的职务 只是很轻描淡写的说 这不是一个紧迫的事件 也不需要担心 他说我已经收到这份公函 目前没有什么好评论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看到了国文阳光日报 证实说 达祖丁他是接到 被终止职务的公函 但达祖丁他自己有讲了 他计划针对这一起事件 发表一个完整的评论的 来了 一周视线 明天就是星期五了 到底我们的听众 是最关注 以下哪一个课题呢 你要不要猜一下 因为有三个选项 可能比较难猜 应该关注达祖丁了 达祖丁一只曲局第二 其实我对这个课题 是蛮关注的 其实58%的朋友 最关注的就是在野党 要求开国会 检讨疫苗计划 39%的朋友认为说 他们最关注的就是 达祖丁因为轻快铁的意外 惹中意 然后被革职 有3%的朋友 他们关注528 20周年看中文报的前路 这个课题 好的 明天早上8点钟的 时事100度就会有 时事评论员 庄提鹏 给大家点评 以上三个课题 大家要留守明天早上的节目 还有明天晚上7点半 新闻线也可以给大家截取一个片段 我是冠贤 我是湘君 我们明天晚上再见 咯 我们明天晚上7点半